家具店招牌上挂著LED燈 數一數十幾顆跑不掉 到了晚上一閃一閃的 就像在開派對 強烈閃光 讓附近住戶實在受不了 是真的很亮啊 太亮了 除非你要刷窗用著遮著 睡覺的時候受不了 開LED燈把整面 把整面都照到 這地點就位在高雄民族 滑霞路口 民眾說 自己住在家具店 對面的大樓 小孩還被閃光閃到 無法好好睡 而突然的強烈燈光 其實也會影響用路人 車的話感覺可能會比較明顯 因為騎車嘛 騎車你在馬路上會感覺出來 之前就曾經發生過 車子改裝了暴閃燈 影響駕駛導致車禍 雖然這次是掛在 店家招牌上的燈 不是啪啪燥的車燈 但對用路人來說 還是存在危險 我們我會跟程報上去 要跟上面來講 將派員前往現場 進行相關設備的調整 如調整燈光的亮度 照射的角度 及開燈的時間 針對家具店的情況 環保局表示會前往福島 希望能在民眾的居住環境 以及店家的商業行為間 取得平衡 華視新聞 協調整 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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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